不怕你抬干就怕你不干 Hello大家好我是娜姐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约会带闺蜜的套路 这个套路呢其实也不是很新鲜了 很早以前就有了 但最近呢我有一些粉丝她有遇到过来跟我咨询 那我今天呢就拿出来给大家解密一下 以及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该怎么去处理 虽然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概率也不是很大 但是呢我们不得不防呀 事情是这样子的 有一天你和你的女神还有她的闺蜜 一块再喝奶茶 这个时候呢她的闺蜜突然间说好无聊啊 咱们去逛街吧 然后闺蜜在逛街的时候呢 突然间指着一条裙子说 诶这不是上次你说很喜欢那条裙子吗 这时候你的女神就会用一种欲句含淫的语气说 哎呀这都太贵了 事情喜欢的关键时刻到了 这时候她的闺蜜就会说 让她给你买呀 这个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除非说你掏出卡来买单 这时候呢她的闺蜜扮演的呢 就是不太懂事的替她要钱的了解 诶真是姐妹情深啊 这个时候你肯定恨死她闺蜜了 但怎么也不会怪到你的女神投上去 其实也不过是他们演的一场好戏罢了 你想想就知道了啊 你的兄弟也不会在你不允许的情况下 让你的女神先吃饭吧 其实这种套路很低级 你自己也可以看出来 但是这不是重点 这个套路呢 利用的就是男人的好面子罪点 在当时的情况下 简直就是进退两难 从而选择掏钱买单 遇到这种情况啊 明显就是把你当冤大头了 遇到这种 你化解的方式就可以借故离开 比如说行 你们先挑着 我去趟厕所 然后出来说 我刚接那个电话 一时有事先走了 甚至啊不说直接走了 不需要在乎对方识破你是故意的 更不用怕影响你在女生心目中的形象 因为能有这种套路对付你 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认真的和你交往 抱手能攒一块肉 试一块肉的心态 你也没有必要陪他们演戏啊 相信大家认识了不少女生的闺蜜吧 被所谓的闺蜜坑过的请在公屏上扣一 今天我想说的是 其实耗面子这种特质啊 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是好事 有句话说 想要人嫌显贵 必定人后遭罪 如果你想要让别人看得起你 甚至是高看你 你就需要在背后付出 需要更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但是被他人经常用 你耗面子这个特质来为难你 以此来达到自己的脏目的 那这呢就是缺点了 凡事啊都有利有弊 在你眼里是不好意思不想碰到关系 但是在别人眼里 你就是傻 就是冤大头 所以啊在女人面前也好 在一些所谓的朋友面前也好 只要他这样对你 那你就不要不好意思拒绝 因为那些好意思为难你的 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有个朋友 他是公司的小老板 今年差不多27岁 开的是保姆武系 他平时呢为人也很大方 跟别人出去啊 他也经常会掏钱勤客 为人也挺好的 但是有一点就特别奇怪 他每次遇到的都是渣女 后面跟其他女生讨论的原因啊 其他女生又说 就是因为他最点啊 所以让别人觉得他有点小钱 有钱是好事 但是他也过于忠物老实 有些女生就想要坑他 就想要摆他一道 占他便宜 真人真实 所以啊 反正这些又不可无忧 学费了吗小伙伴们 记得给我点赞哟 我们下期见 拜拜